義工要很熱心 你有吃飽嗎 你有對好嗎 落地還拿很多錢 有欠錢嗎 不是要跟人家來 錢來 所以我師父這樣說 出家人不敢偷錢 出家人不敢偷錢 出家人是我錢給你 我要幫助你 不要去設計別人的口袋 千萬不要 因為呢 那這樣就是拿別人的錢來蓋自己的寺廟 蓋得很大 沒有用 因為不慈悲沒有用 所以慈悲是放在你心裡 去真實的去接觸它 把你所有的去給它 把它的痛苦給你 所以有一次我師父問我一句話說 那個寺廟蓋那麼漂亮 那邊很散起來 如果你住此要怎麼辦 我說師父很簡單 寺廟好大 我們來住他們家 賣的給我們 好的給他們 我說對 這樣才對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要了解真正的慈悲是什麼 所以下回各位你來參加八關才節 你家的工人一定要帶來 你如果來我給你接著 你一個頭錢 你一個頭錢 我後面給你拿飯給你吃 因為你要改變 改變 所以你這樣才知道說 喔 所以為什麼出家人不能有奴隸 出家人不能有工人 出家人如果我自己有工人 然後我就會驕傲 我是老闆 我是老闆 他會驕傲 所以出家人是 今天你做我的試者是 我要幫助你讓你成佛 我才敢接受你 幫助我 而不能說有一點點說 你幫助我應該的 就像我們早上坐車來 我請我們讚揚法師 拿一點小費給司機 他說好 結果他拿出來 五張五十萬 說你拿那麼多要送什麼 五十萬 這樣太多了 他每天要載油 我告訴你 十萬就好 每天十萬 這樣很好很好 但是你要謝謝他 你不要說 你把我開車的 你要養成這個習慣 如果你雖然有在修行 你沒有養成這種謙虛的習慣 那以後你就會越來越驕傲 變成什麼 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啊 這什麼大條啊 你驕傲了 不好 好 學大乘佛教 各位要樣樣莊嚴 身材要莊嚴 皮膚要漂亮 對不對 心應要好聽 走路要好看 什麼都要莊嚴 為什麼 為了利益眾生 佛是圓滿一切莊嚴 相好莊嚴 相好莊嚴 所以各位現在要開始 念習啦 我這輩子嘴巴太大 你美人 沒太大聲啦 要改一下 這樣 我這輩子眼睛不好看 那邊瞪人家啦 偷看人洗澡 是吧 眼睛水尖嘛 眼睛不莊嚴啊 所以 那 為了要利益眾生 所以要 樣樣的莊嚴 但是如果 修解脫道 比較自私 我沒有在觀察 我打坐 沒有貪嗔痴 我解脫就OK啦 對不對 但是你修菩薩道 不一樣啦 要大家都高興 從你的身口意 講話心態 都被你感動 你要影響世界啊 你要影響眾生啊 所以釋迦摩尼佛 每一個外表 都是利益眾生的 佛陀說 我們一直放生 一直放生 救這麼多生命 為什麼 你的身體 你的肉 給眾生吃了 它可以超度的 人家碰到你身體 它可以解脫的 因為你 救眾生的身體 你的身體做醫生 摸到對方 對方病好一半 你的身體 冤親在主 一靠過來 哇 它就快超度了 因為你救了很多的身體 放生 你去幫助老人不要生病 所以各位 這個功德你要做 你的眼睛要一直去看 哪裡有痛苦 哪裡讓它漂亮 讓它莊嚴 眼睛一直看佛經 那希望你的眼睛 別人看到你眼睛 得到你點燈看佛經 慈悲的 所有功德 因為你眼睛很利 所以 看你的眼睛 你就不會跌倒 就像我們昨天 救蝙蝠啊 救蝙蝠晚上都看得見 不會撞到 因為蝙蝠有這個功德 所以 那你要一直累積這些功德 那 你的身體 你的一切 所以你的嘴巴 不要罵人家 不要講是非 嘴巴 唸佛 唸佛 誓經 持咒 很莊嚴 然後你的聲音 度眾生 這樣好不好 要很努力喔 很有意思的 這比賺錢 還有意思啊 所以 因為你要把你身口意 都莊嚴啊 那你這樣就可以 利益無量無邊眾生啊 那大家要虔誠的 懺悔 每個人都有造業 每個人身上 都有不一樣的冤親在主 昨天的冤親在主 超度了 還有今天的冤親在主 今天冤親在主超度了 明天去東玉宮 又有冤親在主又來了 但是各位你不能說 哇那那麼多 這樣 沒辦法 修行就像爬樓梯 每一層樓梯 你都要踏過去 啊 你希望你這一輩子 把累劫累世 百千萬事的冤親在主 都跟他超度了 消冤結結 不然你不能成佛 啊 所以各位不能說 很嫌麻煩 但是你一個冤親在主 沒超度 那你就要拖幾十年 這個冤親在主 就會弄得你很痛苦 然後呢 等他把你折磨完了 十幾年了 那第二個冤親在主再上來 哇那你要折磨多久啊 好幾輩子啊 還不如我一輩子 早上超度一個 中午超度一個 下午又超度一個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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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不要怕人家討債 好不好 代表你有修行 如果你沒有錢 人家跟你討什麼債 你有筆劃散 我要討你討債 但是你功德越大 冤親在主會 會一直來跟你討債 那很高興啊 還他債 還他債 最後你才可以解脫 最後你才可以成佛 好不好啊 所以 天天忏悔喔 不是法會在忏悔 天天早上拜佛忏悔 中午有時間可以拜佛 至少晚上還要再忏悔 不然你晚上不忏悔 像今天功德這麼大 你晚上回去就不好睡了 為什麼 有一些因應在主 沒有得到你功德 雖然你做很多功德 回向眾生 他沒有得到你功德 所以 他就會來找你 你晚上又不好睡了 又不舒服了 所以我們功德做越大 要更努力懺悔 希望大家每天都記得忏悔 早上睡醒忏悔一下 晚上睡前跪著又忏悔一下 白天有空忏悔一下 忏悔完以後為他們念佛 灑一點水充做菸供 那你就每天都在消夜障 都在消冤解結 最好做一輩子 只要有一點點感應 喔 怕你怎麼吹去聽 趕快再來懺悔 怕你怎麼吹的聲 趕快再來懺悔 這樣就對了 因為這些冤心在主 他就是希望你知道他的痛苦 還給他一點債 這樣就好啦 然後各種有殺業在主 偷盜的 邪淫的在主 罵人的在主 冤心在主 無量無邊 然後我們一定要努力的做 做完以後 還可以進一步 可以代替眾生懺悔 就像你很愛你孫子 他竟然把人家賜 喔 我帶你去 你要能夠承擔眾生的業 但是先把自己的業場 先懺悔了 有一位 現在他已經出家了 他賺了很多錢 四十幾歲 結果就突然得癌症 胰臟癌 轉移變成肺癌 胃癌 肝癌 醫生說 不好啊 不好啊 但是呢 他覺得他一輩子賺了這麼多錢 都沒有用了 所以他就布施啊 他說他要來布施生命電視台 布施我們所有 而且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讓他出家啊 醫生說剩下四個月 他出家四個月 他出家四個月 這樣往生也快樂啊 因為不好啊 當然我們 暫進法師 就請他幫他踢肚 他現在叫什麼 來 智行法師 他是因為比丘女 踢肚以後很莊嚴啊 但是今天還是昨天已經進安寧病房了 準備要往生啊 那是因為他出了這個錢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要幫你辦十場大法會 願你的慈悲啊 你的出家啊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在看登的報紙 台灣的所有報紙 甚至媒體上 希望所有生病的啦 有冤心在主啦 都傳牌未來 我們十場天天幫他們回向 我的意思是跟智行法師說 你雖然生命短短現在了 但是你的功德無量了 那你這個錢啊 就幫助別人都消業障 不要生病 幫助往生者都超度 這樣你的生命很有意義啊 所以雖然他生命只剩下 可能沒幾天吧 那但是他辦了十場 大型的三面水燦 八場清明法會大超度 好以後你也可以這樣辦 你不要等到癌症再來辦 你就提早一點辦 讓人家去懺悔啊超度啊 但是因為智行法是這樣 我們也很感動 但是他就很認真 他現在等了往生 他很認真 醫生說四個月 我們就希望他提早一個月 兩個禮拜就走了 不要慢慢死對不對 要早一點沒有生病了 先去極樂世界 這樣會好一點 然後跟他踢肚的讚敬法師 他也很高興幫他踢 踢完以後 兩個怎麼長得一樣 然後我就幫他問 原來我們讚敬法師 是他前世的姐姐啊 對不對 姐姐又來度妹妹啊 讓妹妹出家 所以這位智行法師 就跟他家裡 他家六個姐妹 他說 我往生後世 家裡都不用辦 我已經是出家人了 交給寺廟辦 他交給寺廟 我們幫他處理 我說我們很簡單 很簡單幫你處理 然後骨灰就放在我們寺廟 因為你已經是出家人了 我們讚敬法師也是這樣 他的媽媽快往生之前 他就跟他媽媽說 我幫你出家好不好 他媽媽說好 然後他才往生 現在已經 上品上升極樂世界了 然後他媽媽 生病以後往生 出家超度了 然後他就出家了 然後他弟弟也跟他出家了 哇 對不對 所以他媽媽往生淨土 全家就有福報了 然後他這個弟弟 我們幫他查一下 這個弟弟原來是全世 過去世的媽媽 跟他媽媽說 我出家你跟我出家 所以他現在又開始照顧他弟弟了 他弟弟出家前有一點中風 不過現在很快樂啊 出家很快樂 所以因為他媽媽這樣出家 往生淨土 所以兒女就得到了加持 這個很重要 好 所以再念一次 法會功德 回向 自行比丘尼 你 早得離苦 往生淨土 所有病苦者 消罪障 所有往生者 得超度 勸鼓 勸鼠回向 那大乘佛教 希望我們所有功德都不為自己 我們只有求一個 念一下 佛陀的智慧 空性的智慧 願自己正的空性圓滿成佛來利益眾生 只有求這個 所有功德 回向給眾生 有福報 回向給眾生 將來也成佛 那這樣你的功德永遠在 如果你這樣回向給眾生 跟回向給眾生都成佛 你這個功德 生生世世 一直到成佛 不管到哪裡 就像你把一億美金放在每個地方放一億 你到哪裡都有這個功德 那你才能夠不斷利益眾生 你不能說 那我自己慢慢賺錢再來蓋個醫院 等你賺了 賺賺賺 就蓋一個條 你就死了 因為沒有福報 但是如果你累積了500 幾百次的福報跟發心 然後你說要蓋 一下就蓋起來了 就可以利益很多眾生 所以 那各位要不斷的做什麼事 都以菩提心來做功德 這樣功德才大 再回向給所有法界眾生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人今已受八戒 已發大怨 其受辭一日一夜 雖為甚欲 然奉行一日一夜 時為甚難 不可於剩那時間 其世俗的想法 今天各位是阿羅漢 是佛陀一樣 要這樣想 亦不可於剎那的時間 起懈怠心 那阿羅漢是為了解脫 趕快斷生死 不敢打瞌睡 天天打坐 趕快消除探生死 那菩薩呢 那菩薩這分分秒秒 都在幫助眾生 都在幫助眾生 所以那做個菩薩 內心有阿羅漢的平靜 外表上有菩薩的慈悲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降法及慈悲 讓大眾能夠感受到 感謝各位收看生命電視台 也願大家都互持生命電視台 互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嘉一科醫師陳沛心 隨著疫情穩定控制 指揮中心啟動防疫新生活運動 邀請國人一起擁有 防疫樂活新態度 在防疫之餘也能放鬆 享受生活 天心提醒 防疫期間 民眾仍要維持個人防疫措施 例如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 應佩戴口罩 以及肥皂勤洗手 只要落實防疫措施 民眾可以放心參與各項戶外活動 例如觀賞戶外形態的 藝文表演及體育賽事 或從事踏青、運動、旅遊等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 共同打造安心環境 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運動 在那深光之時天空中 野蠻之灰今亂所放光 消除一切眾生愚昧 愚子在佛苗因我定義 multiple鄧雅姑自 ros aur自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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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來 護士就居然文言 額所有為祂想組成 viernes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五台山回去以后 希望各位忘不了 好不好 你要把五台山当作你的家乡 就像我们把极乐世界当作我们的家乡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 一直在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到极乐世界 目的只要帮助这个说佛世界的爸爸妈妈 希望他们都跟我们回家乡 用这样的心去担心 关心每一个众生 只要他没学佛 他不信英国 他没有空性 你就会担心 担心到心痛 那各位要培养的人 五台山素有清凉山上说清凉 明月池中 望明月之说 而明月池的神奇色彩总吸引不少人 心疑神往 据说 无论是清空明月 还是阴雨沸沸 都看得见池中的月亮 因此 信众们总将看到的明月 说成菩萨显灵 而池中之水 视为佛水 出声使用 是平之声 今天我们来示好 音乐 云南云 托洛塔拉 托洛塔拉 托梁 福智文 福智文 斯莫尼 韦吉威 摩纳欺 乌 赵吉娜 吱生木 吱入哄 佛法的出现 世尊的教化 都是让人借尽 练心 借物度人 明月池 灵不灵 就看你的心 沉不沉 静不静了 静不静 佑国寺 被称为五台山一绝 绝在他的石雕艺术 刻功细腻 把佛教传说 道教典故 和灵木花草的图案 生动之余 把历代不同的风格 也展现了出来 好像把五台山的精妙 集在这一处了 而南山寺 是将原有的吉乐寺 佑国寺 和善德堂三处 合见的总称 可想而知 其群体建筑之宏观与好大 祝你大众 愿众生 愿主称卑 愿入是会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断除称灰心 断除称灰心 愿称不大 愿生活大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以此功德 会将累劫七世父母 累劫历代祖先 累劫冤亲在祖 六道友情 同享功德 对障消除 永离三土 归一三宝 化菩提心 愿神净土 同乘活到 对障藏 万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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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圣寺是过去佛教徒和游人徒步登五台山的必经之地 被称为五峰英侯 寺内见有明刻着佛顶尊圣陀罗尼金的金丛 从宋代保留至今千年有余 不断提醒着来往的游人断烦恼去无名 降服无量节以来的习气 竹林寺 山门威严 殿堂雄伟 评论整洁 据说是朝五台山的日本佛教徒 尋访日本天台宗法师求法的足迹 当然 历史悠久的广化寺 这座著名的华盐道场 也是信众向往一窥究竟之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伏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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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